天使就是耶和华的使者 有时候就是上帝自己显现 有时候却借着人的形象与人交谈 在《创世纪十八章》提及亚伯拉罕 在帐篷门口看见三个人在对面站着 就谦卑俯伏在地说 国主并殷勤接待他们 预备饮食加添心力 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人 虽然说是人 但是从十八章十七二十二十二二十三节中 可以知道其中一位是耶和华自己 其他二位是天使 亚伯拉罕起初并不认得那三位是谁 但却用爱心接待他们 如同接待客旅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重生 沙拉生子的应许后 便提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大 表明要毁灭这两城 两位使者领命离开后 亚伯拉罕便开始为索多玛恳求 满有怜悯和恒切的祷告 成为后世信徒的典范 起先他求上帝若见城中有五十个义人 便赦免纳成 上帝同意了 然后他继续要求四十五 四十三十二十 直到十他就停止了 为什么他不再要求至五人呢 大概因为他认为至少也有十个义人在那里 罗德 罗德的妻子 他两个未婚的女儿 已婚的女儿并女婿 他想 这一班人肯定超过十个人了 但是令亚伯拉罕痛心的是 只有罗德和他两个未婚的女儿 得蒙拯救 免于灭亡 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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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